也是一項創舉 這是文化部今年花了7000萬的預算 購買本土藝術家作品 成立了藝術銀行 租賃給公家機關還有企業 而總統府今天就向藝術銀行 租賃了13件的藝術品 而這是台灣四個機場之外 第一個擺放藝術銀行作品的公家機關 年輕人實心的就符號 所以我在台灣放了一個讚這樣 參觀藝術家的作品 馬總統看得好仔細 文化部效法國外推動藝術銀行 總統府率先響應 開放空間讓台灣11位藝術家 13件作品首度進駐總統府 內外賓來到了總統府 能夠從這些藝術裡面 能夠看到台灣的另外一面 我覺得它就提供了一個窗口的角色 對於這個藝術產業 一定有很大的激烈的作用 藝術銀行是文化部成立後 推動的新政策 讓台灣藝術家的作品 不再只有小眾欣賞 舉凡平面化作立體雕塑 到多媒體攝影作品 希望將藝術創意帶到大街小巷 而藝術銀行總部設在台中 吸引許多企業家共同響應 第一個階段是以公家的公共空間來推展 然後第二個階段就會是民間的企業 美麗的空間自己去創造 自己的藝術家自己去唐愛 從公家機關到民間企業 設置在四大機場 文化部將公共空間打造成台灣藝術家的舞臺 下一步將向外推廣至駐外使館及代表處 讓外國旅客以及人員更了解台灣藝術氣息 進而深耕台灣軟實力 雨電TV胡錦涉正希 台北報導